终于终于要出发去我们青春环游记二了 说实话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然后总导演跟我们说 它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旅游类的节目 那总导演说话也算舒服 这不用旅游 然后节目组定让我们拍一个自己收拾行李的视频 于是就有了这段视频了 那就可以收拾东西了 一般准备就是日常会换起的一些裤子 然后会有睡衣 其实我准备的东西都很无聊 就大家都会准备的东西啊 就是裤子要换的这裤子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袜子 然后这种特殊情况出去一定要戴好口罩 口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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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口罩要戴好 我一般出去还会戴一个擦脸巾 所以它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然后会戴隐形眼镜 因为我是近视 看到这里的小朋友们一定要爱好自己的眼睛哦 因为戴隐形眼镜真的很麻烦 鞋子 另外一双鞋子 洗漱包 那我出差就一定要戴的是白T 白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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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戴好 还是没戴好 白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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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大白T 一般都是出去几天就会准备几件白T 就感觉会比较方便 而且比较好搭 平时可能就穿个衬衣 到外面 然后套个白T 就可以出去了 因为第一站却是三亚 所以就比较短一点的裤子 哎呦 还有一件白T 差不多就这些了 咦 哪里来的口音 差不多就这些了 然后这时就是比较私人的衣物 那我们这次去到青春环游记 我跟杨迪老师会算是最熟的 她就是大家都了解 就是特别特别幽默 然后有一点吵 我也没好多难去 贾琳老师是之前有一起录过王牌 贾琳姐在上面 对我特别特别的照顾 然后我还觉得贾琳姐是非常幽默 照顾人 所以感觉就是要拉一个帮 捡一个牌 毕竟 她在B站的阶段 这是不是不能说 然后范晨晨 我们好像没有遇到过 好像任何一个通告都没有遇到过 对 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知道她 然后 然后狼狼老师 狼狼老师那算是全世界 尤其是弹钢琴的人是一定会知道的 但是我也没有在节目里遇到过她 也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 但是平时通过看节目 觉得也挺幽默的 那个东北的大艺术家 然后还有 2000 years later 我 好 嗯 然后就总之要是一个 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所以就是抱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区 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总之 应该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节目 那我们就青春环游节啊 见吧 啊 啊 谢谢大家